接下来是等压坐标中的连续方程 一样就是我们要把Z高度换成是P压力 连续方程可以先考虑控制固定的体积 所以现在这边大写的V是体积 ΔV是小小的一个控制体积 它可以把它写成是ΔXΔY×ΔZ这样的表示法 我们这边会用到净力平衡 所以P的变化会-ΔG然後乘以Z的变化 这个是净力平衡 那你把净力平衡放进去之后 这边ΔZ你就改成是ΔP除以ΔG 然后这边会多一个负号 这个就先放着 然后我们看右边这边你也可以考虑是控制它的质量 大M在这边是质量 所以这个小小的质量呢 你可以把它写成是空气密度乘以它的体积 ΔV是体积 那现在这个体积写在左边这边 体积我们就可以把刚刚导出来的这一大串放到这个体积来 那所以密度就不见了你只剩下负的ΔX×ΔY×ΔP 然后G分母的G在这边 那所以我们现在来考虑说用这个Lagrangian坐标的方式 也就是我们要跟随着流体块移动 那这个形式是要考虑固定质量的 所以你把这个质量 这个流体块小小的质量呢 随着时间做微分的时候 它应该要等于零 那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微分的 对质量微分的等式呢 把它两边都除以质量本身 这个ΔM它本身 那我们ΔM在右上角这边 你可以把这个ΔM用右上角这个形式把它带入 所以质号会一起消失 那你这边就只剩下分子会有个G 然后分母是ΔXΔYΔP这样子 那括号里面也是一样子 就是导过来的 所以这整个东西也是要等于零 然后呢你就要把它做分布微分 这边有三个变数在括号里头 它都要对时间微分 所以你要分别对它们微分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ΔX先留在里面 让它对时间微分 那ΔYΔP就拿出来 它会跟外面的分母的ΔYΔP就消掉了 那一样G也是常数 所以G你可以先把它提到微分的符号外面来 就会跟外面这个G消掉 那另外两项也是一样 你就再来就是对Y微分 然后ΔX跟ΔP就先拿到括号外面来 那拿出来之后它就会跟分母的ΔX和ΔP就消掉了 所以你第二项的分母就只剩下ΔY 那最后一项也是这样做 所以你很快就可以写出这个等式了 这个ΔXΔT就是原本是ΔXΔT这边 你可以就是你可以把它写成ΔXΔT 那Δ移到外面来就是Δ跟D交换一下位置 然后ΔX除以ΔT这个就是U 你在X方向上随着时间有变化的时候就表示你移动位置嘛 你就会有速度长U的速度长 然后ΔYΔT就是V 再来ΔPΔT我们前面有讲ΔTΔPΔT是Omega 是垂直速度在压力坐标上的垂直速度 所以这边就写成Omega 所以你现在就得到了连续方程等压坐标中的连续方程 那这个方程是你可以把它跟下面这个Z坐标中的高度坐标中的连续方程比较一下 你会发现说这个上面这个等压坐标中的连续方程呢 它没有随时间为分的像了 它全部都是对空间为分的像 那这种叫做Diagnostic Form就是分析的形式 那这样的形式就是Equation如果是这样的形式的话 它就不需要做时间积分 在做数值预报的时候会很方便 因为做时间的积分是比较棘手一点的步骤 那下面这个在高度坐标中的连续方程的话 它的这个随时间为分的这个像还在 这个我们就是叫Pugnostic Form就是预报的形式 那这个这么一样的 ??? 对我们是因为 settle down